Ready go 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 气温在摄氏的十几度 还挺暖和的 结果想不到的是 昨晚睡了一觉起来 外边已经是一片白茫茫的了 这夜里的温度 还是比天气一暴的要低很多 今年入冬的地长雪 好像也是比往年早了很多 今天白天的温度 还是有五到六摄氏度 早上很早就起来了 带小朋友们在后院 划了一会儿雪 这会儿很多地方的雪都化了 早晨那会儿 小朋友们真是开心坏了 可惜太短暂了 等他们放学回来 肯定是划不了雪了 你看这一片 这就是早晨划雪的地方 现在都没有雪了 这块是早晨的时候我堆了一点雪 当时是从上面滑下来的时候太快了 怕撞到篱笔 所以就堆了点雪挡在这儿 当然远处这种被阴的地方 还是能看到雪的痕迹的 其实有时候这天气还真是挺变化莫测的 前一阵子已经有零下的五到六度了 后来又暖和起来了 然后突然又下雪 后边又会降温 然后又会回暖 直到12月的月底 应该就会彻底的冷下来了 有时候我也是搞不清楚 这世界是不是真像很多专家和媒体宣传的那样 在全球化的变暖 或者只是某种政治口号和噱头 反正从个人的这种微观角度看 谁也不能证伪 当然也是没什么能力能证明真实性 很多时候这种个人的感受还是不太靠谱的 但是有些统计数据的更新还是挺值得了解一下的 我最近在查看美国农业部2023年新发布的地图 发现我的种植的耐寒区从7A给变成7B了 这说明根据最近30年的数据 我这里的每年最冷的温度 30年的平均值确实真的是变高了 不过这和专家们还有主流媒体广泛宣传的全球变暖 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美国农业部的网站上边自己也解释了 种植耐寒区地图只是代表了 本质上是极端天气事件的30年的平均值 区域变化并不是是否存在全球变暖的可靠证据 说人话呢就是这个数据其实只代表了本地最低气温30年的变化情况 对我个人来说从7A变到7B意味着我种下的那些适合七区不太耐寒的果树 在冬天被冻死的几率变小了 对我来说呢应该算是好事 不过毕竟是概率事件 冬天的保护肯定还是不能松懈的 我对那些对温度比较敏感的无花果树 还有可能会冻伤的柿子树 前一阵子都保护起来了 用的是围铁丝网再加上堆树叶的方式 看看这棵就是无花果树 个别的树呢我只是在铁丝网外边围了一层无纺布 还没来得及往里边填树叶 后边还是有些活要做的 填满需要的树叶也是挺多的 还得再找找 这一层无纺布能起到一点点的挡风的作用 对树周围的微环境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像这种铁丝网里边只是填充了树叶子 外边没有包无纺布 这上边还是能看到一点点下过雪的痕迹的 这边是两棵柿子树 远处的那个已经用树叶填满了 后来又把外边包上无纺布了 这边的这棵呢 当时是包无纺布填树叶子的时候不太够了 所以填了一半 后边还得再找找树叶子 这覆盖作物早晨的时候已经被雪给盖得严严实实的了 现在基本上都看不到了 只是在里边空当的地方还能看到一些雪的痕迹 咱们回到耐寒区地图的话题 美国的朋友们 大家如果也想看看自己的耐寒区是不是有新的变化 可以通过上农业部的网站通过地图来查看 你只要输入你的邮编 就能看到自己所在的区域的耐寒区的代码了 同时还能看到对应的最近30年统计出来的最低气温 我会把耐寒区地图查询的网站链接放在视频的描述区里边 方便大家的使用 加拿大也有自己的耐寒区地图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视频的描述区 其他地区的朋友 如果你们所在地区也有类似的种植区地图 也请留言分享一下 刚才大家可能也已经看到了 我这地方挂了几瓶矿泉水的瓶子 这个是我还有小朋友们一起打蛋弓练习用的 把它们就当成靶子 这些瓶子还是很难打到的 我回头还得弄一点大一点的这种靶子 否则的话很难打到目标 也比较容易失去信心 刚才看到很多古树上边花芽的分化还是挺饱满的 耐寒区对我们这种种植者来说还是挺有用的 特别是在购买果树的时候 根据耐寒区选择适合当地的品种还是挺重要的 就拿我们实际购买的这种果树作为例子 这一棵是我去年买的油桃树 你看它左下角的地方标了一个种五 这就是说它最冷的地区是可以到五区种植的 我这是七区 所以种这种果树是非常的安全的 关于种植区 如果是种植新手还不太了解的话 我想先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 植物耐寒区是指根据气候条件 划分地理区域的一种方式 用于确定植物在不同地区的耐寒性 就以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植物耐寒区画图为例 这个地图将美国划分成不同的区域 每个区域代表了一定的气候条件和最低的温度范围 最近发布的地图是以30年年均冬季最低温度作为依据 以华氏10度温差范围划分主要区域 用数字表示 以华氏5度再将主要区域划分为两个半区 用字母A和B来表示 比如我一直说的7A 7就是耐寒区的主区 A就是主区下的半区 这数字越大 字母越靠厚就越暖和 比如说7区就比6区要暖和 7B就比7A暖和 所以我从7A区划分到了7B区 应该就是我这区域变暖和了 这些区域的划分可以影响植物的生长 还有生存 因为不同的植物呢 对温度和气候的条件是有不同的适应性的 有了这种区域划分 我们这种种植者就可以有更科学的依据 来选择适应我们当地气候的植物 来进行规划还有种植了 就以我所在的7区为例 最近30年的最低气温是 7A最低是0度到5度 这个是华氏度 换成摄氏的话 就是零下17.8度到零下15度 7B的最低气温呢 是华氏的5到10度 换成摄氏度就是零下15摄氏度 到零下12.2摄氏度 这个统计数据是2023年 美国农业部最新发布的 统计的是1991年到2020年的30年的数据 上一次发布数据还是在2012年 当时统计的是1976年到2005年的数据 拿这个最新数据和2012年 还有1990年的地图相比 在这个2023年的版本中 很多地区的区域边界都变化了 新地图在美国大部分地区通常要比2012年报告的温度区域要暖和 大概是四分之一左右 不过一些地区的变化呢 可能是因为额外的数据来源 还有改进的算法导致的 这些区域变化有时可能会导致更冷 而不是更暖 比如说他说的阿拉斯加的高地地区 大家查询之后 如果有从暖区变成冷区的 也欢迎分享一下 我个人呢 其实还是挺喜欢七区的 四季分明 虽然有酷暑 也有延冬 但是那种极端的天气比较少 而且有的话也比较短暂 都是在能接受的范围 如果冬天想种菜的话 那也可以在大棚里边 用双层保暖的方式 种一些特别耐寒的菜 你看现在我种的这些大白菜 虽然是没有任何的保护 但是在这么冷的天气 其实还是没有被冻死 或者是冻伤的 还是能长一长的 像这些我用无纺布 给搭成小暖棚保护起来的 里边的大白菜长得就要更好了 很多都已经包心了 还有像芥菜 雪梨红 黄心屋之类的 也是特别耐寒 看看这儿有一株雪梨红 现在长在外边了 还是长得特别好 长在无纺布里边的雪梨红 现在基本上是没有受任何气候的影响的 长得非常好 这些盖在无纺布底下的耐寒的菜 撑到12月底1月份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其实它们是完全可以过冬的 只不过更冷之后它品质就不太好了 到了明年春天的话 通常还是有第二春的 尤其是像菠菜之类的 春天的时候有一个快速生长的时期 能长出特别新特别好的叶子了 我前几年的冬天都是特别勤奋 除了会在大地里边种菜 然后用无纺布稍微保护一些 还会在我的两个冷棚里边种上不少的菜 今年冬天是有点偷懒了 没有在棚里种菜 当然大家也看到了 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 这个大棚在春天的时候被风给吹坏了 然后我另外一个棚也是入冬前被吹破了 太冷了也不想再维修不想折腾了 所以两个棚今年的冬天就没有东西了 这是另外一个大棚 可以看到大棚中间的塑料薄膜 也是被大风给吹坏了 两边也是 这些塑料薄膜在买的时候 它的预期的寿命都是五年 结果还真是 过了五年之后 马上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开始坏了 今天的这个视频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历年的这些统计数据 对我们种植来说还是挺有帮助的 我个人对这些数据也是挺感兴趣的 我打算先从美国这些公开的数据入手 好好的分析一下 然后再根据这些数据做一套能帮我们种植的系统出来 除了这些地理啊 气候相关的数据 我也在找植物相关的数据 比如说像是蔬菜呀 果树呀 花卉什么的 如果大家看到这个视频 也刚好手头有这些植物相关的数据的信息 或者是特别有用的网站 比较靠谱的 也请留言分享 或者也可以直接发邮件给我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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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